眼前这个性感女人竟把当红小鲜肉推的 她喝得烂醉一步步逼近 这惊慌失措的年下男 洛凡轩你别怪我 要怪就怪你的经纪人情侣 是她抢走了我的男朋友 那就只能用你来偿还 说完便贪婪地嗅着弟弟身上的味道 洛凡轩欲聚还迎着 姐姐你冷静一点 林爱轩看着盗子的鲜肉说道 你最好要关 你越反抗我越兴奋 林爱轩指尖划过弟弟娇嫩白皙的胸膛 感叹不愧是小鲜肉 身材和皮肤都是一级棒 下一秒埋头啃了起来 四日林爱轩从宿醉中醒来 一张帅气之嫩的脸出现在她眼前 林爱轩瞬间清醒了 这不是那于当红小鲜肉洛凡轩吗 我昨晚一定是魔证了 怎么可以对她下来 我还真是禽兽 林爱轩挣扎着坐起来 思想斗争许久后 浸入无尽的自责 她偷偷起身 想在洛凡轩醒来前离开 这是床上的弟弟 突然睁开心松的眼 林爱轩被一声姐姐睁住 她尴尬的原地抠脚 真想挖着地洞钻进去 她勉强撑起一个微笑 洛凡轩慵懒起身 展现出娇好的身材 让林爱轩忍不住咽下口水 脑海里不断图现 昨晚激情的画面 瞬间羞红了人 洛凡轩以为林爱轩欲求不满 羞气地问她 还想再要你 林爱轩脑袋疯得炸开 她强装镇定心想 自己现在一定被视为禽兽 要往回形象是不可能 洛凡轩见她一副要逃的样子 问道 姐姐你这是把我吃干抹尽了 都拍拍屁股走人了是吗 林爱轩突然感觉一阵凉义 昨晚确实是我不对 你要怎么补偿 我紧要满她 下一秒 洛凡轩直接霸道地将她压在身下 在她耳边低语 姐姐也得被我欺负回去 失恋的姐姐 醉酒扑倒顶流小鲜肉 不仅欺压在身下 还如禽兽般欺负 醒来后的女人只想逃离现场 反被弟弟霸道抱住说 也要欺负回去 一夜之间买狗变狼狗 让女人觉得 这弟弟是不是睡昏了头 可弟弟此刻抱得更紧吗 不管不顾强吻了她 让女人渐渐迷失了自己 此刻洛凡轩也陷入了回忆 女人叫林爱轩 年幼时的一场大火 夺走了女人关于她的记忆 自从洛凡轩从火场被救出后 一直在寻找她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 又怎么会轻易放手 床上的林爱轩 被弟弟弄得疲惫不堪 而洛凡轩却神采奕地穿着衣服 她转头问道姐姐多大了 林爱轩随口回了一句26 结果引来洛凡轩一声吃笑 她坐起身来赌气问道 年龄大有那么好笑吗 心想是不是嘲笑自己26岁 还是个厨 洛凡轩摇摇头 她贴近女人挑逗着说 姐姐罩杯有多大 林爱轩瞬间罩红了脸 她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一个小屁孩 给调戏了 洛凡轩挑起她的发丝 放在鼻尖挑逗 难道不能说吗 林爱轩心想都扑倒吃干净了 还有什么是秘密 便直接回答34B 洛凡轩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直接调侃她 怪不得握起来 跟奶红包差不多大 林爱轩仿佛受到了人身攻击 气得直都损 洛凡轩见她生气 直接化身奶狗鼓励道 姐姐跟我在一起以后 肯定会变成大包子的 林爱轩被这么直接的话 给整吴语了 下一秒突然反应过来质问她 谁要跟你在一起 洛凡轩见她若有所思的样子 直接俯身凑近 姐姐是想玩弄了 直接甩了我吗 这个男人竟主动扑倒欺负她的姐姐 还说要和她在一起 女人被弄得疲惫不堪 心想再来几次 非得死在她手里 姐姐看着鼎流小鲜肉的脸 感慨 洛凡轩也太好看了 这样的鼎流身边根本不缺女孩 怎么非要跟她这个大龄女纠缠呢 她拒绝了洛凡轩说 你是秦丽手下的鼎流明星 我跟秦丽又是竞争对手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 洛凡轩嘴上答应 都听林爱轩的 手上却扯着她的被子 一点也没松开的意思 林爱轩勉强答应 看来今天如果不答应 就别想离开这张床 听到这个满意的回答 洛凡轩摟过她深情的吻 姐姐这次要记得说过的话 玩事后的林爱轩 终于可以穿上衣服 她喊洛凡轩帮她拉上裙子拉链 洛凡轩看着她背后的伤疤 异常心疼 她抚摸着那把伤疤 这让林爱轩感到不自在 连忙摆手说 不用我 还是我自己来吧 话音刚落 洛凡轩就用力抱住 她说姐姐的被很美 内心满失内疚 自己为了找到林爱轩 成为顶流 但她却已经不记得自己 但此刻的林爱轩 仿佛热锅上的蚂蚁 她希望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苦恼洛凡轩粉丝 日后要是知道了 定会追杀她 秦丽知道了 还不得把她剥皮抽筋了 想到这里 都觉得好可怕 这时洛凡轩突然贴近她 说要去烫洗手间 还特意嘱咐 不准一个人逃走 林爱轩被聊的心脏 都快承受不住了 她加快了手上的速度 决定成绩开流 公司可是有明文规定 经纪人不能跟任何一人谈恋爱 进入电梯的林爱轩 顿时松了口气 可当电梯门刚要关上 一只手就扒在了门边 洛凡轩喘着粗气 直接壁咚她 姐姐不是说好要一起走的吗 欲解经纪人 与顶流小鲜肉一夜缠绵后 竟想逃走 没想到弟弟直接在电梯里拦住她 林爱轩这才意识到 洛凡轩是真想跟她在一起 这时鼻尖传来一阵熟悉的香水味 林爱轩警惕地与洛凡轩分开 果然下一秒 秦丽就出现在门口 秦丽见到洛凡轩 就气不打一出来 大声斥责她 为什么不接电话 洛凡轩应付了一句 手机没电 秦丽见林爱轩在旁问她 你怎么在这 林爱轩心里一阵发虚 她总有一种学生时代早恋 被班主任抓到的感觉 于是不自然地打招呼 嗨秦丽警 我刚谈完合作 恰巧撞见你家小轩 就一起上来了 秦丽上下打荡了她 意味深长地说 年轻人要多努力 业务可不是靠睡出来的 她没想到林爱轩听后 会笑得出来 还似有所指地 说没想到秦丽姐 别有这样的觉悟 真是让人感到意外 秦丽觉得自己被耍了 质问林爱轩 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林爱轩冷冷地说道 没什么意思 只是劝一句 别得了便宜还卖官 免得失了理 其实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秦丽早期的业务 可都是睡出来的 林爱轩不想与她有过多争执 便打招呼离开了 秦丽见骆凡轩与她如此亲密 便警告自家艺人 要小心林爱轩 哪天被利用了都不知道 还调侃林爱轩脖子上的大吻痕 说谈业务的时候 一定很卖力 听到这里 骆凡轩轻笑一声 心想为了给姐姐留下好印象 摇铃铛的时候 那是相当卖力 车上秦丽还想跟骆凡轩 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骆凡轩觉得无趣 就直接让秦丽自己决定 自己不仅找到林爱轩 也让林爱轩发现 自己男友是个出轨的渣男 只是没想到 喝醉后的姐姐居然这么主动 看来以后得管着点她 否则很久容易误实 欲解经纪人把顶流年夏给睡了 哪知弟弟是个白蝎黑 林爱轩一觉醒来 发现自家艺人居然被阿姨包养 宋航是他去年刚收的艺人 因为气质儒雅又会弹钢琴 声音也极具特色 不仅吸引了不少粉丝 也被几个音乐公司看上 他正在事业的上升期 怎么会闹出这样的负面新闻 林爱轩立刻吩咐小助理 发布紧急声明说 照片里的女人是宋航的表姐 这时宋航突然无助的大喊着 她不是我表姐 林爱轩不愿 都这个结果演了 宋航还如此执拗 她语重心长的扶住宋航的肩膀 事实很重要吗 如果不做好 紧急公关帮你挽回人设 我们之前的努力就全都白费 宋航心中五味杂陈 她知道这个世界上 只有林爱轩为她的事情 才会如此专注 她痛苦地捂住脸 不停地道歉 对不起轩轩姐 她其实是我妈 我不想她卷入公众视线 对她现任的老公和家庭造成困人 林爱轩温柔地抚摸她的头 安慰道 这些是我分内的事情 你安心交给我吧 随后重新梳理文案 让助理发布声明 宋航望着为她忙前忙后的林爱轩 眼中生出了不一样的情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要有林爱轩在 她就觉得特别安心 公告一经发布 粉丝们立刻分成了三派 真爱粉们纷纷力挺宋航 说这是个误会 非粉们装瞎 干脆一黑到底 还有一派粉丝 化身吃瓜群众 直接刻起了林送CP 当然还有不少粉丝说 林爱轩是老牛吃嫩草 林爱轩看着这些评论汉言 心想着自己才比宋航大四岁 就被网友诋毁成这样 若是被他们发现 自己跟小五岁的洛凡轩在一起 岂不是会被架起来烧烤 还不放孜然 简直不敢想象 与此同时 一位神秘人 竟花五十万为林爱轩控屏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小鲜肉 洛凡轩 顶流小鲜肉 爱上郁姐经纪人 这样的姐弟恋可以有多甜 就在刚才 洛凡轩出手六位数 为林爱轩控屏 自己的老婆 当然要自己守护 车内的洛凡轩沉着脸 他看着手中的林送CP绯闻怒了 居然敢传姐姐的绯闻 当我是死了吗 忙了一天的林爱轩 瘫软在沙发上 这时洛凡轩突然打了电话 把林爱轩刚上头的睡意 一下子整起 姐姐快开门 我在你门口 一直有人盯着我看 林爱轩听后 像吃了麦炫似的 直接炫到门口 他看着眼前五的 严实的男人舞女 这叫此地乌鹰三百两 这样的打扮 谁看了都觉得可疑 二话不说 直接把洛凡轩拎进房间 这么晚了 你来做什么 林爱轩看着一脸乖巧的 洛凡轩发问 洛凡轩把皮蛋瘦肉粥 递点了他 给姐姐送夜宵来 林爱轩嘴上说不要 人家已经发出信号 他很快就吃完了粥 一脸满足的脱腮 看了一眼洛凡轩 心想 这样一张霍国殃民的脸 谁能拜使得住 怪不得能成为顶流 他这么的大明星 半夜过来 就只是为了给我送个夜宵吗 洛凡轩见他盯着自己看 笑着解释 我想着姐姐今天 因为送行的事情 忙了一整天 一定是忘记吃饭 所以就送夜宵过来 林爱轩小心脏 有一颗被激到 嘴上说谢谢 心里想着 洛凡轩对他还真是心 这时洛凡轩 猝不及防靠近他 林爱轩的心跳得更快 他问洛凡轩想干什么 洛凡轩拦住林爱轩 在他唇边轻声说道 我想每晚给姐姐送夜宵 这样就能每天和姐姐见面 好不好 林爱轩的心彻底乱了 这样暧昧的氛围 让他一时之间沦陷 霸妻玉姐 强迫小鲜肉 与自己深入交流后 竟不想负责 洛凡轩深夜造访说 想天天和姐姐在一起 林爱轩婉拒他 我们都是成年人 昨晚的事情 能不能当没发生过 洛凡轩瞬间跌入谷底 明明什么都发生了 为什么当没发生过 他一副受伤的样子问道 姐姐就这么不喜欢我吗 此刻的林爱轩 觉得自己就像一头 拱了好白菜 又不知足的猪 洛凡轩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你现在这么年轻 就拥有一片大好前程 我只是一个年纪大 又名不见经传的经纪人 我们两个要是在一起 为你粉丝知道了 不仅会迁入于我 他会影响你的心图 洛凡轩如是重负 他了解林爱轩的顾虑后 表示暂时不会公开两人的关系 还会替他把关 说完便从口袋中 逃出一盒药 林爱轩看了又修又弩 他警告洛凡轩 对自己放尊重一点 不要以为长得不错 就可以为所欲为 要找床伴的话 别来沾边 洛凡轩连忙解释 我担心姐姐早上忘记 做保护措施 所以特地给姐姐准备的 以后我都会小心对待 绝不会让姐姐再吃药 毕竟药物永害健康 林爱轩并不相信他的言辞 他质问道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让我自己买 洛凡轩乖巧地回答 我猜姐姐一定没空买 而且如果被公司同时看到 也不太好 这时的林爱轩一想到情力 那幅恶魔般的嘴脸 就浑身难受 他不好意思地向洛凡轩道谢 洛凡轩突然凑近 姐姐还有什么顾虑 我们一起解决 这猝不及防地靠近 让林爱轩紧张地说不出话 暂 暂时没有 洛凡轩见时机刚好追问道 那我们可以在一起了吗 下一秒 林爱轩给了他一个小鸡竹米式的吻 洛凡轩受到了鼓舞 他拉过林爱轩的手 温柔地喊着紧张 林爱轩也抚上他的脸 我喜欢节奏慢一点 和我谈恋爱 要适应我的节奏 洛凡轩喜出望望 只要姐姐同意跟我交往 我都听姐姐 林爱轩红着脸睁住了 他没想到只是答应交往 就让他如此高兴 回过神发现药还没吃 于是匆忙将要丢进嘴里 洛凡轩见他被要噎到 赶紧送上一杯水 林爱轩感激地说声谢谢 洛凡轩眼神微柔地 能掐出水来 我希望姐姐可以多依赖我一些 因为我是姐姐的男朋友 林爱轩被这句话触动了 这好像是第一次听到 有人说要照顾 此时的洛凡轩 一副耍无赖的样子 依靠在沙发上 男朋友大老远送夜宵过来 姐姐也该来瓶红酒 犒劳一下 林爱轩见他得了便宜 还卖乖的样子 还真是想吹扁他 顶流明星深夜拜访经纪人 竟带来避孕药 还耍起无赖 说要喝酒 两人正是在一起后 林爱轩对他真是一点办法也没 洛凡轩与林爱轩亲奉了下酒杯说 据说爱喝红酒的人 十分孽就适合白头到晚 这句话却让林爱轩勾起了 与陆峰的回忆 两人自小青梅竹马 互生情妒 大学以后就开始交往 谁曾想到这么多年的感情 依旧抵不过外面的花花世界 据说都是骗人的吧 说完林爱轩将杯中酒匿而尽 洛凡轩见他一脸愁容安慰到 姐姐不要为那种渣男伤情 忘了那种男人 你现在身边的是我 我们一定会白头到晚 见洛凡轩此刻说的那样真挚 林爱轩这回彻底一向 他直接扶进洛凡轩怀里 顺势将他压在身下 洛凡轩是你招惹我 请到深处 两人自然拥吻在一起 林爱轩刚扶上洛凡轩雪白的肌肤 电话居然响了 见在鞋上 林爱轩本不想搭你 突然耳边起来一阵催促 轩轩姐别睡了 快开门 我们都来了 林爱轩从火库中清醒 望着身下的洛凡轩 他才知道自己又成了醉意 把小鲜肉扑到他 想到门口还有一堆 要破门而入的人 就赶紧迎着洛凡轩 藏进卧室 洛凡轩被他随意支配 心想我就这么见不得了吗 林爱轩前脚刚成好人 后脚送行一行人就进来了 林爱轩凭做好心情 问他们大晚上不睡觉 你们都在干什么 我们来为你庆生啊 门口的洛凡轩一脸不悦 可恶 居然跟我抢给姐姐庆生的机会 林爱轩表面抱着谢谢 内心祈求他们赶紧离开 看到一桌子的小龙虾 直接借里发挥 开启经纪人模式 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哪知这招根本不管用 送行一行人居然还说 要在这里玩的通宵 林爱轩瞬间实话 Oh no 洛凡轩还在我房间里呢 欲解经纪人 又把顶流小鲜肉推倒了 请到身处的两人 望前的拥吻着 眼看就要进行到关键一步 哪知来了一众无数之客 原来是送行一行人过来 为林爱轩请生 好不容易盼到生日会结束 林爱轩顿时松了一口气 这下他们总该走了吧 这时小悠和寒冬寒西的鼻子 同时想了起来 既然二话不说 紧忙往厕所中 见到众多大场面的林爱轩 为此刻寒冬寒西的阵仗 吓得脸色挺轻 他庆幸自己 刚刚喝了洛凡轩的粥 不然也难考此劫 想到洛凡轩 也不知道他在房间里怎么样了 这可是我过得 最心惊胆战的生日 小悠摸着肚子 一脸愉烈地走出厕所 又禁止往林爱轩房间走去 等林爱轩反应过来时 已经来不及了 小悠已经开了房门往里走 林爱轩傲脑洛洛凡轩 也不知道所谓 本以为秘密即将暴露时 竟发现洛凡轩眼疾手快 已经走到了墙后 还不忘给他做了个回忆 此时的小悠还在状况之外 他正轻易地抱着毛绒悬 没想到萱萱姐 也有这只熊 我可爱死他了 林爱轩让洛凡萱 不要发出声信 还真是怕什么 一阵一想 吸引了小悠的注意 林爱轩见事情即将败露 直接来了一招 声东击西 只见他把备用拖鞋 用力往衣柜开踢去 小悠果然中计 萱萱姐 你不会在衣柜里 藏了个男人吧 众人一听到萱萱姐藏男人 还真是看热闹不闲事达 纷纷进来 想着看究竟 林爱轩无奈地吼道 我们别胡来没有人 众人不管林爱轩阻挠 直接打开衣柜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觉得无趣 便一哄而散 此时 一旁的宋航心里 却松了口气 他还真是担心 里面有男人 看大家闹 可闹够了 林爱轩便催促众人回去 与众人到完别后的 林爱轩回到卧室 对着黑暗中的 骆帆轩说道 好了他们走了 你可以出来了 顶留小鲜肉 和玉姐经纪人 一夜缠绵后 竟真的在一起了 确认关系的第一天晚上 两人亲热 却差点被抓包 林爱轩 脾心吊胆 过了一个生日会 好不容易将送行 一群人送口 藏在床后的骆帆轩 也按捺不住钻了出来 他调侃道 要是再藏下去 我都以为姐姐把我给忘了 打扰的人都已经离开 接下来 就是属于我们的二人世界了 林爱轩听后 险些把持不住 他羞红了脸 吹速骆帆轩 弟弟都已经两点多了 你也该回去了 转身就拿了墨镜 和帽子要递给他 骆帆轩一副撒娇的样子 都这么晚了 姐姐就不能收留一下我吗 林爱轩直接摆出 没得商量的表情拒绝他 不行 你明天还有通告 要是情力找不到 你怎么办 骆帆轩心早已不在工作上 不会的 明天的工作 十点才开始 我可以早起赶过去 林爱轩一边给骆帆轩 戴上了帽子和眼镜 一边依旧不忘眼里的回局 骆帆轩介绕不过林爱轩 他露出一次幻象 下一秒直接将林爱轩抱起 现在帮我戴帽子 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此刻的林爱轩 被弟弟摇得面红耳赤 他娇叹道 别闹 快放我下来 骆帆轩怎么可能 轻易就放过他 他凑近了林爱轩 用他那迷人的嗓声 不惑道 今天是我们确认关系的第一天 临走前 是不是该做个稳别呢 我的女友 林爱轩小姐 顶流明星深夜不回家 竟向女友撒娇 要轻轻 忽如其来的胜负欲 不允许自己犹豫 他一脸认真地捧着 骆帆轩这张俊俏的脸纹曲 骆帆轩被这举动晃了神 在这安静的夜晚 两人的心跳声音多变得清醒 骆帆轩缓缓闭上眼睛 尽情享受此刻的甜蜜 他觉得一切就像做梦 带两人呼吸变得急促 才缓缓分开 林爱轩挑逗他 如何 给你一个夸我稳计好的机会 骆帆轩脸上潮红未退 他还在低头回味着刚刚的吻 林爱轩见他没反应 喂 骆帆轩 骆帆轩轻咳一声 也是尴尬 姐姐今天吃的小龙虾 是蒜香味的吗 林爱轩没想到 他竟说出如此戏谑的话 还发觉自己因为胜负欲 全然忘记树口的事情 这下是讲学我 他尴尬地扯着骆帆轩 轰他赶紧离开 问他车停在哪 骆帆轩为了不对情力 发现自己的位置 打车过来 有车 不想看 不明真相的林爱轩 被他这一举动整乌语 心想身为顶流 居然没有一点 保护身份的自觉 简直是在 坐死的边缘试探 那我带你回去吧 两人刚来到车库 不远处就传来几声逆响 骆帆轩紧觉得 裸过林爱轩的肩膀 姐姐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林爱轩也被他 弄得紧张起来 什么声音 两人颤颤巍巍巍地 望着不远处 忽然骆帆轩惊恐地 抱住林爱轩 大喊地看来 下一撩 一只萌萌小猫 出现在眼前 林爱轩心想就正 你怕吗 骆帆轩都不敢正眼 瞧一眼猫 真没想到 一个一米九的男人 居然会怕猫 林爱轩无奈地 拍拍骆帆帆轩安慰道 好了 猫咪已经走了 咱们快往前走 我的车就在那边 伴随着四周 瓷器礼服的猫叫声 骆帆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直接跳到林爱轩身上 林爱轩满脑子飞线 上手已经很过分了 居然还上脚 心想算了 还是回自己住所吧 他拉过骆帆轩 心疼地抱住他 不怕有姐姐在 顶流男明星 居然害怕萌萌小猫 沙发上的骆帆轩 惊魂未定 林爱轩坐在一旁 安抚道来喝点咖啡 压压惊 进而询问他 为什么这么害怕猫 骆帆轩握住林爱轩的手 陷入回忆 原来骆帆轩从小 就没有见过爸爸 妈妈又有间歇性精神疾病 每次发病前 都会将他关在房内 黑漆漆的房内 四周围绕着尖锐的猫叫声 那黑暗中 一双双银绿色的眼睛 甚人的可怕 尽管我每次竭力拍门 喊着妈妈救我 却也无济于事 所以从那时候 我就很害怕猫了 林爱轩心疼地看向他 原以为自己所听闻的经历 都是营销人设 没想到他真的从小 无家人照顾 小小年纪 混迹娱乐圈 靠自己一步步成为 今天的顶流 他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年纪 就要一个人承受这些 想到这里 林爱轩摸摸骆凡轩帅气的脑袋 安慰他 没事都过去了 骆凡轩被他此刻的温柔触动 他眼含热泪 感激地抱住林爱轩 这么多年 当初从火场 救他出来的姐姐 依旧没变 是唯一那个给我温暖的人 姐姐 今天能陪我睡吗 林爱轩听到这句话时 心跳漏了半拍 内心的小人 开始开始营业 弟弟好可怜哦 答应他 可怜什么 他可是吸干过你的腰面 骆凡轩见他犹豫了许久 直接发动最强攻势 他撒娇拜托着 姐姐 我害怕 不敢一个人 林爱轩果然抵挡不住 一口答应 那就今晚哦 骆凡轩激动地拥抱他 姐姐 你最好了 浴室内的林爱轩 闻着衣服上的各种味道 飙起了内心戏 这乱七八糟的味道 骆凡轩居然也能亲得下去 这难道就是真爱吗 林爱轩 你在想些什么呢 对着镜子臭美时 看到背后的伤疤 回想起 小时候因为经历一场火灾 落下了害怕冥火的后遗症 而骆凡轩对猫的极度恐惧 也是小时候留下的阴影 我想 他真正害怕的 是被母亲抛下时的 孤独和无助吧 这个顶流小鲜肉 竟甘心沦为 欲解经纪人的暖床工具 林爱轩沐浴出来 见骆凡轩已经在自己 温软的大床上睡着 心想 这小子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看来自己今天 只能在沙发上对付一宿了 转念又意识到不对 凭什么要委屈了自己 况且还有美人暖窝 连味道都这么好闻 突然 骆凡轩有力地抓住了她 她紧皱眉头 在梦中难难着 姐姐别走 林爱轩见她做噩梦 惹得一阵心疼 她贴近骆凡轩 抚摸着轻轻安抚她 好了 姐姐在 安心睡吧 不一会 林爱轩也逐渐进入梦境 梦中的林爱轩 见到一个怕猫的男孩 她躲在林爱轩的身后 呼救着姐姐 不怕 林爱轩转过身 将她护在身前 恋爱的抚摸着她的小脑袋 不怕 有姐姐在 不会让她伤害你 转眼醒来 林爱轩只觉得 这个梦境好真实 她仿佛很早就认识这个男孩 她很快就冲作起来 嘴里不自觉喊出一种植物 现在极点 骆凡轩悠闲的侧卧 在身边回应 九点半 林爱轩嘴上责怪 骆凡轩为什么不早点叫她起床 手上的动作 一刻也没停下来 骆凡轩毫不在意今天的活动 恋爱脑的男人 此刻想的只有姐姐 此时的林爱轩满脸怨气 心想骆凡轩又在坐死的边缘试探 转眼又无奈问她活动地点在哪 要开车送她过去 天赋一饼 是国内目前最火爆的综艺节目 参加这档节目的都是顶流 骆凡轩就是其中之一 林爱轩羡慕不已 要是宋航能参加 那我下半年的KPI就不用愁了 于是 她在骆凡轩下巴 比了个爱心问她 能不能给自己这个女朋友 开个后门 向节目导演 推荐一下宋航 听到宋航骆凡轩就显得不乐意 一想到她看姐姐的眼神 和自己是一样的 心里就不是滋味 姐姐手上的艺人可不止她一个吧 林爱轩站起身来 她信心十足地鼓劃着 宋航可是我手上最有实力的艺人 我当然要争取下 谁愿意每个月拿那么点死工资 骆凡轩听到这里 顿时松了一口气 姐姐不要这么拼 以后我的钱就是姐姐的钱 姐姐想怎么花都行 林爱轩又被小奶狗的深情击中 骆凡轩她说要养我 顶流小鲜肉 想要包养玉姐经纪人 不料被玉姐当场拒绝 林爱轩立志成为新世代独立女性 她挽缺了骆凡轩的好意 我们俩的关系 还没有到你给我钱花的地步吧 骆凡轩听后感到些许失落 只见她直接扯过林爱轩 细身压在身下 姐姐你将我吃干抹尽了 转头就忘记我们的关系 是有多亲历了吗 要不我来帮姐姐回忆回忆 说完便低头对着林爱轩的薄粉 啃咬了一口 林爱轩被弟弟弄得面色潮红 见骆凡轩一脸春风得意的样子 才回过神发现自己 又被偷袭 气得直接给了她一记铁拳 骆凡轩赤痛地捂住头顶的大包喊着 姐姐我好疼 见她耍赖 林爱轩选择直接无事 二话不说 抓上骆凡轩驾车 赶往节目录制现场 没想到紧赶慢赶 还是吃了半小时 林爱轩担心骆凡轩此刻的处境 催促她赶紧下车 临走前嘱咐道 你虽是顶流 但千万不要耍大牌 骆凡轩见林爱轩关心自己 心里高兴 太阳起了笑脸说着 放心吧 我还要养姐姐呢 此刻阳光下的骆凡轩 深情都望着姐姐 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 让车内的林爱轩轻动不动 转眼见骆凡轩潇洒离开 她挥手告诉林爱轩 情力通知节目录制 推迟半小时 所以她没有迟到 林爱轩听后瞬间恼火 心想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 害她一直瞎操心 转眼又想到 骆凡轩那张 因为自己一句关切 而展开的笑脸 心里又瞬间被融化 突然手机传来一条 骆凡轩给林爱轩的转账信息 一出手就是五十万 复原第一次当男朋友 不知道一个月给女朋友 五十万生活费会不会少 林爱轩看着手上 突如其来的一笔巨款诧异 骆凡轩说要养我 还真的不是玩笑话 男朋友一个月 给我五十万零花钱 该怎么花 在线等挺急的 可惜林爱轩 不做依附他人的图丝花 他看着手上多出的五十万 回复骆凡轩 姐姐还没无能到 让人包养 钱我暂时替你保管 推荐送行的事就拜托了 林爱轩看着骆凡轩 发出的俏皮表情 会心一笑 这时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敲窗声 林爱轩扭头一看 居然是出轨男陆峰 他无奈摇下窗 只见陆峰顶着一张 吃了炸药的脸 怒吃林爱轩 你电话跟我提分手 当我是什么 要分手也应该是我提分手 林爱轩见他不依不饶 等他发泄完才开口 陆峰 娱乐圈那么多能干漂亮的女人 你早就不甘心 掉在我这棵树上吧 陆峰这只大孔雀听后 心里窃喜 原来他提分手 是觉得配不上我 于是他凑近林爱轩 深情款款说着 虽然我风度翩翩 爱我的人千千万 但你也不要忘自斐驳 分手的事 今天就当没发生过 我们继续好好教我 我不嫌弃你 林爱轩听后 还真是想一盆狗屎扣他头上 回想跟他在一起的每天 心情都很差 不是被他随便使唤 就是被他随意当作出气口 想到这里 林爱轩毫不犹豫地 推开孔雀男的油腻脸 你不嫌弃我 可是我嫌弃你 陆峰 宴会那天 所有人都知道 你跟情侣的好事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 陆峰终于意识到 林爱轩是铁了心的 要跟他分手 他拼命敲打车窗解释 是骆凡轩非要情侣来找我的 你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 宴会上说 骆凡轩要找我拍文一片 第二天就放我鸽子 林爱轩回想起 那天发生的种种 觉得一切确实太过巧合 而且骆凡轩这几天 对自己表现得太过痴迷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 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 顶流年夏 对玉姐经纪人蓄谋已久 无料被孔雀男当场揭穿 林爱轩面对眼前 求复合的出轨男 毫不留情地 给了他当头一棒 你出轨是事实 而且我也不想再伺候你这个大少女 此时的陆峰 还在替自己辩解 你自己都没多少时间陪我 男人总会有那方面的需求 但我的心是你 林爱轩见他受的冠冕堂皇 怪自己当初眼瞎 竟没发现这个渣男 居然这么恶心 于是下一条踩下游移 帅气离开 留下渣男独立一人稀微气 为了验证事情虚实 林爱轩转眼就给秦力打了个电话 发现情况还真是如陆峰所说 他内心惶恐 实在不能理解 弟弟为何对他如此用心 此刻录完节目的 骆凡轩心理 正观念的林爱轩 秦力见他一会 就看一次手机的行为 感到费解 突然骆凡轩 见手机屏幕上 显现出自己心心念念的人 他满眼内心喜悦 这样开心的骆凡轩 被旁人看待了眼影 挂完电话后 又匆忙离开 改了复约 秦力根据最近发现的种种迹象 猜测骆轩不会是恋爱 想到这里就几倍发凉 骆凡轩这种状态 可千万不能被陆总知道 陆开复是骆凡轩父亲 公司最大的股东和老板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突然陆总打来电话 询问骆凡轩近况 还一直强调要他看住骆凡轩 但骆凡轩这个性格 怎么可能看得住 很快骆凡轩就赶到了林爱轩家中 林爱轩还奇怪 两人不是约好在外见面 为何他突然就跑到家里 还没等林爱轩开口 骆凡轩便一把握住他 我想姐姐了 所以第一时间赶过来 林爱轩将他轻轻推开 注意安全距离 别在门口撒娇 骆凡轩不管不顾的拥他入怀 那我们进去慢慢说 这时林爱轩开口问他 宴会那晚是你让情力找陆锋的 骆凡轩心想 林爱轩应该是已经知道些什么 他表面镇定坐在沙发上回应 想找陆锋演个文艺片 来抵住黑头的嘴 林爱轩满脸写着不信 难道不是你续谋 让我误以为陆锋出国 然后让我酒后对你吓什么 骆凡轩假装诧异 他一把抱住林爱轩 你跟陆锋在一起过 林爱轩被问的一时雨色 也确实自己跟陆锋的关系 从未公开 如果骆凡轩不知情 那怎么制造这次事件 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 顶流年夏在郁姐耳边轻轻说了句 我今晚想跟姐姐睡 就在刚刚 骆凡轩得知林爱轩 怀疑自己谋划陆锋出轨事件后 便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 他将林爱轩紧压在身下 此刻急需林爱轩用实际行动 来弥补自己受伤的心灵 林爱轩被弟弟聊得面红耳赤 我们昨晚不是一起睡过了吗 骆凡轩不管不顾地吻上林爱轩 心里却感到万分抱歉 姐姐 陆锋是个出轨惯犯 而我只能用这种办法 让你离开他 见骆凡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林爱轩有些着急了 他双手抵住骆凡轩 颤抖的叫停也无济于事 突然骆凡轩停下嘴上的动作 他深深埋进井窝 像一个赌气的孩子 姐姐 专心一点 不要再想陆锋了 你现在有 林爱轩会心一笑 感情弟弟这是吃了老陈醋 林爱轩叹了口气 拥他入怀 其实我已经没事了 行到深处时 却来了不速之客 此时的宋航正在外面敲门 轩轩姐快开门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由于两人被过分开 骆凡轩显得不高兴 你们家一人 都是随时来找你的吗 林爱轩对此却习以为常 转身就将骆凡轩往卧室推 你就假装睡着了 不要理他 骆凡轩对此非常不满 我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林爱轩佯装生气 刚要开口哄他 臭小子 下一秒 骆凡轩就在他脸颊 落下一个甜甜的吻 他心疼林爱轩工作太累 我的意思是 你可以适当休息一下 你的身体也很重要 林爱轩看着骆凡轩离去的背影 若有所思的扶上 还留有余温的脸颊 已经很久没有人 真正关心过我的身体了 此时耳边的催促声 刮断了他的思绪 来了来了 宋航你有什么事 话音刚落 只见门口的宋航 激动的一把抱住他 年下弟弟要求姐姐 陪他再睡一晚 以此来弥补自己受伤的心灵 不料宋航却突然深夜造反 他激动的搂过他 萱萱姐 我明天要去参加 天赋异离节目了 这一定都是你的功劳 谢谢你 林爱轩真心替他高兴 鼓励他 真要感谢我就好好表现 让观众看到 你在音乐方面的天赋 这时宋航察觉到 林爱轩脸色泛红 关心他是不是生病了 林爱轩这分明是被 洛凡轩撩播的 他愣了一下 连忙打个哈 可能刚睡着被叫醒 没适应过来吧 天真的宋航 就这么被糊弄过去 他赶紧与林爱轩 到了晚安后离开 送别了宋航 林爱轩便迫不及待地 跑到洛凡轩面前 他一直不住激动的心情 一把将他扯入怀中 小轩 谢谢你帮宋航 争取到上节目的机会 洛凡轩一脸茫然 他告诉林爱轩 这并不是自己的功劳 心里暗骂宋航大半夜 来掀自己女朋友的门铃 林爱轩不解 如果不是洛凡轩帮忙 那宋航怎么上的这档节目 洛凡轩也不清楚 他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 可能背后有金主吧 林爱轩却觉得 事情并非如此 他矢口否认了 洛凡轩的猜想 当初宋航做艺人 是为了赚钱 给爸爸治病 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 如果真认识什么金主 就不用如此辛苦 走艺人这条路 或许还会有 更高的音乐造诣 正当林爱轩 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眼神突然扫到 洛凡轩被扯开的衣领 这才发现 是自己刚刚太过激动 洛凡轩见林爱轩 正往自己这边看 他勾起一脸坏笑 靠近他 姐姐在想什么呢 这样看着我 林爱轩被他挑逗得不知所措 眼神慌乱不敢对视 之前倒是没仔细看过 原来年下弟弟的身材 是真不错 洛凡轩见他不吭声 直接开口调侃 姐姐是在想我吧 姐姐想要我做什么 林爱轩逆世之间 尽不知道如何回应 任凭洛凡轩 捧上他的脸颊 两人眼神极限拉扯 分为暧昧 心跳声清晰可温 乃狗弟弟有什么坏心思 只不过想跟姐姐亲近而已 洛凡轩捧上林爱轩的脸 想要亲吻他时 却被林爱轩适时推开 他告诉自己要理智 随后调侃洛凡轩 开始怀 弟弟你入戏太深了 洛凡轩笑而不语 他知道姐姐心里有他 只是还不习惯 如此亲密的举动 突然林爱轩仿佛想到了什么 问他 对了 你这么年轻就成为顶流 难道背后也有金主爸爸 洛凡轩黑着脸 直接扭头否认 这样一来 让林爱轩更加觉得 有弟弟在预感一张 随后他脱口而出 没有金主爸爸 难道是金主妈妈 林爱轩想到自己一不小心 就成为某个富婆的情敌 静下的哑口无言 而一旁的洛凡轩 被他的脑洞整到无语 无奈起身 直接去洗澡 带他出来 发现林爱轩早已入睡 见眼前那横七竖八的睡相 轻叹了口气 正小心翼翼的替他整理一脚时 被眼前的无限风光所吸引 洛凡轩脸色通红 一时之间竟手足无措 见林爱轩对自己毫无顾忌 真是让他又高兴又生气 他情不自禁凑上钱 想要吻上林爱轩时 只见林爱轩猛地抱住洛凡轩 喃喃自语道 还等什么 你小子不要争气啊 这没羞没骚的一番话 静一时之间 让洛凡轩这个小狼狗 给整个会了 刚想有表示 就听到林爱轩接着说道 送航 随后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 到了申晚安 我的财米姐姐 四日林爱轩醒来 发现洛凡轩正田静地睡在身旁 这样一幅美好的画面 让他忍不住上手 摸了摸洛凡轩的脸颊 随着指尖的轻轻下滑 从洛凡轩的喉间 见来到了锁骨 林爱轩一想到这么漂亮的男人 现在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 便忍不住轻笑出声 这时洛凡轩突然开口唤他 姐姐 我等了那么久 你居然只摸到这里 随后折指自己的锁骨 这时林爱轩才发现 原来自己反被弟弟给调戏了 当红小鲜肉 前一刻还在偷袭姐姐 下一秒便为他准备好了早餐 林爱轩精心打扮 即将出门 因为今天是旗下一人送行 录制节目天赋异禀的第一天 林爱轩看了眼洛凡轩 为他准备好的丰富早餐 心想这么一个大明星 居然还会亲自下厨 洛凡轩见他走得匆忙 心疼姐姐饿坏肚子 连忙递了一份奶黄包给他 姐姐吃下这个再走吧 林爱轩看着手上的奶黄包就来气 当初洛凡轩就是拿他调侃自己的避兆杯 于是林爱轩对着自己的胸口比了比 冷哼一声 这小子还真是小瞧我了 想到这里便直接捏烂了手中的小包子 洛凡轩见状有点摸不着头脑 眼睁睁地看着奶黄包折在他手上 此时的林爱轩尴尬地只想逃走 他抓起一片吐司 头也不回地往外赶 洛凡轩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只见他急忙抓住林爱轩的胳膊 一把带入怀里 然后在他额间亲吻 姐姐路上小心别太着急 林爱轩心跳加速 他羞怯地红着脸 刚想开口对洛凡轩说些什么 却见洛凡轩转眼化身小奶粉 正可怜兮兮地吃着醋 姐姐只在乎宋航 我吃醋了 死 时林爱轩的头发都快被他蹭得金光 忍无可忍下 直接给了洛凡轩一记铁拳 还不快出门 想迟到啊 林爱轩与宋航刚到达节目录制后台 就被导演给了当头一棒 你们怎么才来 名气不大 架子倒是不小 你看人家大明星 骆凡轩 早早就来后场了 你们可要学着点 林爱轩双手和十一脸歉意 您说的对 我们下次一定提前 宋航见姐姐受了委屈 他不服导演戴着有色眼镜 区别对待艺人的做法 轩轩姐 我们又没有迟到 他凭什么说我们 林爱轩安慰他 咱们这一行都是这样 红的时候到处都能遇上好人 没名气的时候 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 他转身拍了拍宋航的肩膀 语重心长的说 你要是气不过 就在节目上好好表现 等你红了 我也能沾沾光 宋航小脸通红 他正了正身子 对着林爱轩发誓 我一定争取拿到名次 以后不会让你再看别人脸 林爱轩见宋航如此上进 他替宋航整理了下一领 为他打气 恰巧这一幕 被不远处的洛凡轩 尽收眼底 年下弟弟看到姐姐 当着他的面 关心其他男人 久违的陈年老醋谈 一下子被打翻 此时的洛凡轩 正沉着一张帅气的礼 给林爱轩发去信息 姐姐 你可从没替我整理过礼子 林爱轩与弟弟四目相对 心里嘀咕着 洛凡轩居然还好意思生气 不一会儿 便收到了林爱轩的回信 他调侃洛凡轩 你的心眼怎么比奶黄包还小 洛凡轩还在疑惑 姐姐这句话的含义 突然灵光一闪 联想到今早发生的事情 瞬间领会到其中的深意 他忍不住失晓出声 这时的导演又画了一副嘴脸 对着洛凡轩溜须拍马过来 小轩 节目一开始 明显来个街舞热场 然后第五场宋航弹琴的时候 你在旁边跳个梦了 地旁的助理告诉他 这是秦力姐精心安排的 但洛凡轩此刻却担心宋航会因此被埋没 两人若同台 谁还会看他这个十八线明星 思量再三后找到林爱轩 当确定宋航今天确实只是弹琴后 他瞥了一眼宋航 今天就安排他唱歌吧 万一连决赛的资格都没有 宋航觉得洛凡轩太过狂妄自大 他压抑着内心的怒火 洛凡轩 我虽名气不如你 但也不可能出赛都过过了吧 洛凡轩无心跟他辩解 你也知道名气不如我 那你弹琴我跳舞 观众还会看你吗 林爱轩听出了其中的端倪 你是说导演安排你们同台 洛凡轩提醒林爱轩 我虽不喜欢宋航 但我更不想让姐姐失望 宋航毕竟年轻气盛 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轩轩姐 别听他了 就算我们同台 我也未必会被淘汰 林爱轩觉得洛凡轩太过耀眼 保险起见决定改变策略 他让宋航相信他的安排 不多时 洛凡轩又发来一则信息 他安慰林爱轩 姐姐息怒 下次带你去买跟你尺寸一样大的 那个奶黄包可大了 林爱轩觉得弟弟真是可爱 他转头看向洛凡轩 这是他第一觉得 尽管在茫茫人海中 也能摸到一个人的心意 顶流年夏 天赋异品的出赛舞台上 洛凡轩开场一曲东北大洋个 扭得时热火朝天 那精湛的舞技 与精致的五官 引得台下无数少女痴迷 为爱发电 一旁的林爱轩也不禁感慨 这精妙绝伦的舞蹈 还有那充沛的精力 半自感叹 年轻人体力就是好 怪不得那晚自己的腰子 险些不保 尽管比赛进行的如火如荼 不管是谁 在吹拉弹唱 风头依旧不及顶流 统统被洛凡轩的光芒所掩盖 终于等到宋航与洛凡轩上场 二人还为表演 耳边就传来女粉丝们热烈的呐喊声 是轩轩 轩轩 还有节目 台下的情力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对这场精心安排的节目 很有信心 看着阵仗 宋航很快会被无视 只要把他刷下去 小轩永远是公司唯一的顶梁柱 而身旁的林爱轩 却替宋航捏了把汗 他神色担忧地望着台上 心里只能默默祈祷 为宋航加油 随着台上聚光灯亮起 悠扬的钢琴声 从台上缓缓传出 可洛凡轩却站在台上 迟迟未动 眼见 台下的观众 渐渐被宋航给圈粉 琴力急得直跳脚 这时台上又传来宋航的歌声 让原本沉寂了一小会儿的女粉们 顿时躁动起来 宋航的歌声 这么好听的吗 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而林爱轩 却猜到了弟弟的用意 他回想起早些时候 洛凡轩让宋航唱歌 原来是这个意思 想到这里不由的会心一笑 台上的两人渐入佳境 宋航的音乐与洛凡轩的舞蹈 配合得相隔一张 可台下的琴力却心急如焚 赛后便记着追问洛凡轩 小轩你可是顶流 怎么去给宋航这个十八线 明星当陪衬 你不知道在这行里 垄断才是利益最大话吗 洛凡轩走在最前 任由琴力跟在后 嘀嘀赖赖 突然耳边传来宋航的声音 待他转头时 却看到了令人上火的一幕 只见宋航正紧紧拥抱着林爱轩 顶流年夏向姐姐邀功 他对着姐姐轻轻抱抱举高高 可姐姐却只想给他吃菜菜 出赛结束后 洛凡轩在后台见宋航 正紧紧拥抱着林爱轩 进入总决赛后的宋航 内心无比激动 他抓住林爱轩的肩膀 想告诉他自己的心意 轩轩姐谢谢你 可喜欢你这三个字 却迟迟无法说出口 眼前的情形 让同为男人的洛凡轩 清楚地意识到宋航的用意 他阴沉着脸 只希望姐姐不要被宋航给蛊惑了去 此时的洛凡轩 对身后依旧喋喋不休的情力 视若无睹 心中暗暗较劲 他要决赛现场赢过宋航 让姐姐看到他真正的才华 他对着情力淡淡地说道 宋航进了决赛又怎样 到时候还不是要被我打败 突然林爱轩发来信息 为了感谢洛凡轩的帮忙 他精心准备了神秘大的 邀请弟弟今晚在家做客 洛凡轩一想到姐姐公寓附近的猫群 就浑身打扎 他迅速回复了林爱轩 姐姐还算有良心 不过你家附近猫太多了 林爱轩让他放心 并称一定会把他安全护送到家 此刻的洛凡轩一脸期待地红着脸 他直到今晚注定 会是个不眠之夜 可晚上到达林爱轩家中后 就只剩下失望 眼看着一桌子的好饭好菜 洛凡轩的心里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谢礼 林爱轩一边忙着给洛凡轩布菜 一边说着来来来多吃点 可洛凡轩并不爱吃这样的饭菜 他一把将林爱轩拉进怀里 抬起一张委屈巴巴的领 姐姐我们这行可不能多吃这笔 说完便将头埋进林爱轩的怀里 左手已攀上了他的背 这样暧昧的氛围已渲染得十分到位 眼间酱酱酿亮亮的事情即将发生 林爱轩紧张地问他 今天节目的工作量那么大 你还有力气 洛凡轩抬起脸 他一脸的坏笑 只要姐姐想要 我随时奉陪 顶流年下误会姐姐 他霸道地将姐姐拥在怀里热吻 仿佛要把他揉进身体一般 在姐姐开口求饶 才黄火松开 洛凡轩一手握住林爱轩的手 一手固住他血白的脖梗处问他 姐姐既然想要贿赂 这点还是不够的吧 说完便在姐姐脸上亲吻了一下 紧接着细碎的吻 沿着脖梗处一路落下着胸前 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 因此被林爱轩及时杀准 小轩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今天我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感谢你而已 宋航是我的艺人 经纪人都想让自己的艺人火 洛凡轩抬起脸 他觉得姐姐如果是为了赚钱 不必如此拼命 我说过 我赚的钱都是姐姐的 每个月五十万的零花钱 如果不够 我可以在家 姐姐安心做我的女人 不好吗 林爱轩看着眼前这个 对自己真挚又热烈的男人出神 他情不自禁地 抚摸着弟弟的脸颊 又小心翼翼地 捧起弟弟的脸 告诉他 小轩 我想要的是自己的事业 我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当然 你们俩现在是竞争对手 如果不愿意 交送行也正常 我可以去找别人 眼看姐姐就要离开自己的怀抱 洛凡轩一把抓住他 将他拉进自己怀里坐下 心想着 姐姐怎么就不明白我的心意呢 我在乎的是 姐姐太在乎送行这件事情 但如果交送行 可以天天见到姐姐 那自己也愿意 洛凡轩终于松口 好吧我可以交送行 但是我需要收点学费 林爱轩一本正经地问他 需要多少学费 不料洛凡轩二话不说 直接对着姐姐的驳梗处 种下一颗惨美 林爱轩被弟弟整得措手不及 他强忍着痛楚惊呼一声 哎呀 要是印记被别人看到了 怎么办 洛凡轩依旧将脸埋在姐姐的驳梗里 淡淡说道 不只是今天 只要交送行的这段时间 都要留下印记 这样的学费 姐姐能接受吗 年下弟弟在姐姐身上 留下印记 林爱轩瞪着卡兹兰大眼睛问他 为什么是这种学费 洛凡轩直接耍起了小性子 姐姐要是不乐意就算了 反正我也不想教他 林爱轩担心弟弟反悔 便满口答应了 洛凡轩见姐姐 入了自己的狼窝 又怎能轻易放过他 他不给林爱轩任何思考的机会 那姐姐在提前预付一些 眼见林爱轩已经深陷弟弟的温柔箱里 又担心被弟弟弄疼 他羞红了脸 轻轻地说了句 那你轻一点 只见洛凡轩正小心翼翼地亲吻着姐姐 接下来的情节 我知道宝子们不要看 就替大家先看了 次日林爱轩便为宋航引荐了师父 见识洛凡轩 他诧异这个顶流通告都排到了明年 怎么还有时间和精力来教自己跳舞 宋航也没多想 便伸出手主动向洛凡轩示好 却被洛凡轩回忆一张黑压压的脸 只见他毫不客气地对了一句 我也不想 此时的洛凡轩满脑子都是之前看到的采访画面 听到宋航居然亲口说出 喜欢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 这簇海便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都说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此时的林爱轩站在二人中间 尴尬地要扣出三十一厅 而宋航却好巧不巧地 当面质问弟弟为什么要勉强自己 洛凡轩转头看向姐姐 无奈地回了一句 我是被迫的 当然是被美色所迫 林爱轩一个机灵 就怕弟弟又爆出什么猛料 下一秒便强行将二人的手搭在一起 大家都在同一家公司 相互帮助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小轩也希望你在决赛中 能够拿到名次 两人正在一旁切磋武艺 而此时的林爱轩 看着弟弟认真教学的背影出神 想到洛凡轩之前 提到自己并不是因为是宋航 是竞争对手而不肯教他 难道是因为弟弟吃醋了吗 洛凡轩感受到背后炙热的目光 转眼便撞见姐姐 正一脸欣慰地看着自己 林爱轩羞红着脸 她对着弟弟 隔空对着口心喊话 傻瓜 你才是我的男朋友 洛凡轩接收到了爱意 她瞬间愣在了原地 内心抑制不住的欢喜